咦? 這個不是來的嗎? 這個不是來的嗎? 嘩 透透的明白 嘩 又好像看到裡面的東西若隱若現 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高達老母大作戰 Gundam Head 2 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大概一兩個星期 它本身有三隻的基本版本 第一隻就是高達的Anime Version 然後是高達的4號機5號機 有個眼罩 Gundam Head 2 這三款我都沒什麼興趣 但唯獨是 它就有一個叫做Secret Rare 它就說什麼很罕有 那究竟是怎樣呢? 又沒有人砌出來 又沒有人買 所以我就對它很有興趣 現在就在我手上就是這一隻 其實買之前已經知道它是透明版 因為我不知道它是水貨還是行貨 去到有些無名店 它就零零四四擺了一隻 這麼多錢 你買不買? 終於縮縮不行了 終於就買了一顆來玩 現在我們馬上開來給大家看一看 究竟透明版值得買 先看看 我很喜歡這隻 F-A 我之前Gundam Head都只買了F-A 因為我相信 如果你只買白色版 都不難買 黑色都不難買 F-A可能是 真的情有獨鍾 這個是我新朋友 下次有機會和你們介紹一下 我繼續看這隻 F-A 好,大功告成,高達頭特別版就是這樣一回事 大家看到一樣,跟之前Gundam Head 1一樣 這個排氣口可以開啟 它會看到裡面一些機械結構 當然嘴巴後面,嘴巴後面是甚麼都看不到的 大家可以看清楚這裏 本身的腦袋是怎樣 是這樣的,若隱若然 值不值得呢? 老實說,喜歡就值得 見仁見智,沒辦法 我喜歡,因為我一隻都沒有買的 現在就玩高達頭 我都不失為壞事 兩隻搞定了 告訴大家 這個組合真的不能輸 Hello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禮營,高達老母大作戰 今天我會組裝高達頭 其實平時工作都非常忙 很想組裝很多高達模型 已經有很多高達模型 買了很多高達模型 但是真的沒有時間 唯有組裝一個簡單一點的 滿足一下自己 事不宜遲,不要說那麼多 因為很多人都看過怎樣組裝 我今晚就要試一試 究竟我最快可以用多久的時間 但是我不想玩 我要再試一試 再試一次 然後再試一試 一試三個 成功 你總共用兩隻 再試一次 如果想玩 等我 最後一試 prod 你 對 3分35秒 就完成了高塔頭 這些位置已經上色了 所以很帥 唯一要收一收 可能用剪刀剪了 叮叮這個位置 不剪 很帥 眼睛這個部分 不知道是否看到 這個部分 就好像 OK的 已經貼了 是不是有貼紙 沒有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可以再拔得正少少 喂 幹什麼事 這個東西 超遠鏡頭 主鏡頭還是這個鏡頭 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才是主鏡頭 好 35秒 嘩 差點 是怎樣的 對 35秒就組了這個東西 那 很漂亮 我喜歡這個 非常喜歡這個 那 我呢 就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呢 就是他大哥 哈哈 就是他大哥 我很喜歡這個 FA 那 所以呢 所以就買這一隻 白色 白色 都可以 遲些 我覺得就不急 還有呢 今晚 就不組這個 說明 這個叫做 高達老母頻道 就組老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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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幾年前出品呢 這隻 不知道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隻 是2010年的 2010年的 那 我等到 2020年的時候 我就會組他 所以 我會看著 看著 高達頭 放在桌面 放在這裡 那 好了 今次的影片 就大致上 這麼多 多謝各位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 按我的鈴鈴 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 講一下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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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